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Recipe for Disaster 这个是第一个系列任务 Another Cook 首先来到Lumber 已经跟厨师对话聊天 选择something else 我们跟他对话 选择第一个选项 问他有没有任务给我们做 这两个随便选都可以 继续选择第一个选项 选择第一个选项开始任务 这是一个大任务 这系列任务的第一个任务 比较长 首先他还是让你需要准备一些物品 一个灰和一个Fruit Blast 这个我们要去银行里面拿 或者是拍卖航班 我们先爬楼 先爬上楼看去有没有拿一些东西 先到银行里面去看 OK 我们拿一个V城传送石 传送到贩卖行里面去 直接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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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搜索看一下 有没有灰 没有灰 没有灰 那么 我们这个恶魔灰 我们看事实能不能用 啊 我有两个这个恶魔会 Fruit这个我们应该是没有啊 这个要买 这个我们直接买 Blast 是第一第一第二个 后面带这个带一个杯子的这个 加点钱 OK买到了啊 买到了以后 咦好像我们这个灰好像是没用啊 好像放在这上面没反应 放在酒上面没反应 OK我们现在就是拿个火摘盒啊 拿个木头 烧个木头烧完木头我们得到灰 也可以拍摆行直接买一根灰啊 随便这个都可以 给它烧一会儿烧一会儿就变成灰了 然后我们还要继续准备物品啊 物品这个东西他这游戏还有准备好几个物品 先打开银行我们银行里面搜一个东西 嗯他要准备腐烂的这个 番茄 都好像没有但是我们这个铲除岩我们应该有我们把这个铲除岩给他拿一个 这应该都能买到啊 这如果银行没有都能买到 我还要继续买买 看能不能买到那个 grain grain 这个东西 这是一瓶一瓶啤酒啊 OK 买到 然后就去买看能不能买到腐烂的苹果腐烂的西红柿 没有啊买不到 买不到腐烂的这个西红柿 那就买个西红柿吧 看能不能把它给做做成腐烂的 就买到了 但是我想想这个西红柿要做腐烂的这不太好搞 等一会等一会等这个等这个木头烧完了变成灰我们再再继续下一步 嗯 好了这个灰我们把它给捡起来啊 捡起来把这个灰放到这个Fruit Blast的上面 OK 这个就是他要的这种 这种灾难性的食物啊 这符合这个任务的标题 OK 现在我们是去那个根据插件提示啊 在Velker那个地方有一个箱子里面可以买到这个腐烂的西红柿 在那个岔路这个水池往下面岔路一点点 在这边有一个箱子我们打开啊他这里有两千个弗烂的西红柿我们随便买一个就行 OK现在就是把这些食物这些东西呃带给这个Lumbridge那个厨师就算完成任务了 可以传送也可以就是画个圈圈回去 我们还是从银行拿一个传送吧 方便快一点 打开银行 Lumbridge Teleport啊 点击 传送 好的到这边以后我们把这个食物交给这个厨师然后完成任务 something else 任务结束